好 今天健康时间 我们要来聊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明明可能没有很胖 但是却有脂肪肝困扰呢 或是你身边的朋友 可能也有人这样 常常会说 我明明就没有很胖 为什么见解出来 居然有脂肪肝呢 事实上脂肪肝不是肥胖 才有的专利 甚至有可能跟你的饮食习惯 是有关系的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有医生 他们就发现说 其实如果你吃饭 每餐时间少于5分钟 你脂肪肝的风险会提高81% 特别是BMI小于25的人 往往有明显的脂肪肝 为什么吃饭时间的长短 跟有没有脂肪肝 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其实有几大重点 第一个是胰岛素阻抗的增加 就会影响到你的脂肪肝 通常是你非常快速的吃饭的时候 可能会很快的提高你的血糖 也会引发胰岛素水平频繁的波动 长期下来就会增加 胰岛素的阻抗风险 当然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脂肪肝非常重要的成因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脂肪代谢问乱 也会影响到你的脂肪肝 就是如果你饮食比较快的话 有可能会破坏正常的脂肪代谢 那你的脂肪就会在肝脏当中堆积 堆积久了 当然就会变成所谓的脂肪肝了 我们看到观众朋友 这个星辰济师他就有讲说 其实这早就知道是瘦子也会有脂肪肝 的确哦 这瘦子脂肪肝现在好像真的越来越常见 像Router也说他都吃饭吃很快 那真的要小心 因为上次我们看到肠道菌虫的失调 也会影响到脂肪肝 你吃饭吃很快的时候 会影响到肠道消化的过程嘛 那这会导致你肠道的菌虫失衡 长期下来 其实也会影响到你肝脏的健康 那么其实这样看下来 吃饭吃得比较快 当然影响就还蛮大的 那有一些什么方法 可以调整你饮食的习惯降低脂肪肝的风险 第一个我们看到医生建议是专注的吃饭 也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 尽量不要看电视玩手机或者是工作 尽量好好的慢慢的吃 另外还有调整食物的分量跟质地 多选择一些蔬菜 全穀物或者是高鲜食物 或者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这些呢会让你胃排空的速度变得比较慢 也可以控制你的食量 另外呢避免进食太匆忙也非常重要 像观众朋友殷杰说如果是一颗饭团 应该没有办法吃5分钟 其实细嚼慢叶 当然5分钟不是一个绝对 就是你吃的比较慢 细嚼慢叶是重点 因为你吃的比较匆忙 当然就会影响嘛 那如果你不要太匆忙 安排固定的时间进食的话 也就不会说啊这一顿吃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卡住了 只能用很快的时间赶快把它吃完 还有养成细嚼慢叶的习惯 因为细嚼慢叶如果在男性来看 脂肪肝风险可以降低百分之22 女性呢则是可以降低百分之36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观众朋友 HFS说他不只吃饭吃得很快 还很喜欢喝光火锅中的汤 那真的非常危险 因为火锅的汤不只热量很高 那含量也非常高 吃饭吃得快又会容易有脂肪肝 所以这饮食习惯要稍微调整一下 是会比较健康的 好的我们来看到平常小便玩 大家会不会仔细的看看 自己的小便颜色呢 因为小便的颜色还有小便的状态 很容易就会反映出你身体的健康状况 我们看到这医生就讲 如果你的尿液的颜色有点不太正常 要少行第一个如果出现血尿 也就是说带有红色或是粉色的色泽 可能表示你出现了尿道感染 膀胱感染 泌尿系统结石或者是尿道的损伤 而且严重一点的话可能会是肾脏疾病 甚至是癌症 所以这要特别留意尿液的颜色 除了血尿之外呢 我们看到尿液颜色变比较深 也要注意 像是橘色或者是咖啡色 通常橘色咖啡色大家可能知道 意味着你水喝太少了 所以你尿素浓度增加 但是如果你水也喝的正常 还是尿液颜色变深的话 可能会是肝脏或者是胆囊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 这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如果你尿出来这尿尿有很多的泡泡 也要小心喔 因为大量的泡沫或者是气泡在尿液里面的话 可能表示你尿液里面有过多的蛋白质 也有可能表示是你肾脏的问题 糖尿病甚至是高血压 所以大家下次小便玩不要急着 穿小裤子洗手就离开 稍微关注一下你尿液的状态 颜色还有状态的话 其实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情绪 好我们来关心的是 根据国发会2024年最新的人口推估报告 台湾在未来老化的程度 甚至有可能会超车日本 人口红利不在 到了2033年 我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会来到50.4岁 这也表示到时候有一半的国人 年龄会超过50岁 我今天早上先进来开会过了 然后又再赶出去带他去打预防针 然后还要开会所以我现在又再进办公室一次 跌倒 跌倒 跑到跌倒 每天像阵风飞也似的快速赶到办公室 展开一天忙碌 这是家有二宝的妈妈 同时要兼顾工作的日常 我不是觉得每天到办公室 就像狗一样 都是妈妈都跟我差不多 每天早上大家好像一群 跑到办公室 身为亲子学习平台的品牌长 刘冠迎的同事们也几乎都是妈妈 职业妇女的忙 忙 忙 一问大家心有戚戚烟啊 跟我一样每天都很累的妈妈 请举手 笑着笑着就哭了 小孩很麻烦 工作也很多事要处理 就是两头烧 要顺了才能工作对不对 对 要顺了才能工作 然后所以有好像是两种工作 在同时进行 对 每天是忙的 对 就是回家这一段 没有错 下了班也不得闲 妈妈这个职业得立刻切换上身 这是台湾青壮世代 职业妇女的缩影 经济负担太重了 因为养小孩的成本 其实真的很高 不管你不要说是富养或穷养 就是光是让她好好的生活着 然后还要接受基础教育 其实就蛮高的 然后薪资没有跟得长 所以你一旦养一个小孩 你占你的所得比例就非常地高 伯伯不见了 不见到伯伯 家庭事业两头烧 如果再加上孩子还小 父母已老 负担更大 另外我觉得 在三明治世代里面 健康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长辈的健康 其实因为现在长照问题很严重 如果你的长辈需要长期的照顾 他其实会让你在生活中 就没有那么多选择 我家每天有小河 后面有三河 都要拍手 虽然上有老 下有小 但还能像这样三代同堂 长辈健康甚至帮忙带孙 对很容易缺少后援的三明治世代来说 已经很幸福了 我就跟阿公讲 我说我们两个都退休了 面对他们上班 我们能帮的就尽量帮 我是觉得说 我们唯一能帮他们的 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的健康 不要麻烦他们 最重要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能做就这样 然后他们希望我们当救火队的时候 我们就当救火队 拿数据来佐证 为什么新壮年觉得压力大 国发会2024最新人口推估报告指出 台湾在2070年 总人口数恐怕不到1500万 其中0到14岁幼年人口减少171万人 15到64岁青壮年人口更大减920万人 几乎是雪崩式下滑 唯独只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248万人 国人老化程度加剧 青壮年抚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当然变大 从目前3.6名青壮年人口 抚养一名老年人 2030年变成2.7人要养一个老人 再到2070年 每一名青壮年人口就得抚养一名老人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 这三明治世代里面有 因为年轻时候的低薪 造成他现在的中年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很好的经济能力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他可能就会慢慢变成流沙中年 那再加上如果他在照顾的父母当中 有一些可能产生的失能 很多的中年人 他为了要照顾家中的失能者 而必须离开职场失去工作收入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找的工作已经没法找到很好 就像在采在流沙的这样的感觉 针对劳动力人口越来越高龄化 专家也提出参考解方 比如说工作年龄人口减少 那有没有可能增加多一点工作年龄人口 自己没办法补充 就只好就如同我刚刚前面讲 从外面搬人进来 只要他开始生产 就会有一些贡献 那就可以去支援台湾的这些人口需求 这是一个 从移民的观点来看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退休的年龄 有没有可能让工作的时间继续往后延 那你就会多一点劳动力 在劳动市场里面 有一些经济的贡献 去做很多社会一些系统上的支持 就比较能够至少先去延缓 那个压力提早来到 从健保医疗教育体系 到社福制度移民政策 要减缓人口老化加速 减轻轻壮世代负担 需要政府方方面面的整体考量 有些地方政府也开始着手 从环境中带来友善高龄的改变 比方说路上的红绿灯 小绿人变大了 我们因应高龄化的一个趋势 我们在号制化的路口 我们透过用这样的一个 放大型的行人灯 因为这个路口的部分 有40米的一个宽度 那我们为了增加高龄者的一个辨识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特制的 40x40的放大灯 那也会延长这个行人的一个秒数 那透过地面这个放大明显的标志 也可以增加长者的定向感 减少迷路的风险 还有医院捷运站的连通道 只是标志也越来越大越清楚 老人家才看得仔细 毕竟根据推估65岁以上人口占比 到2070年已经高达46.5% 届时近半数国人 大家都是老年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